好 主播畫面上 這個是台北元山飯店金龍廳的 噴水池裡頭的這一隻 非常精美的百年金龍 不過在廉價期間卻發生了 因為天井的天花板 因為白蟻柱石而掉落 就直接是壓在金龍的頭部 導致這一隻金龍的頭 因此而斷裂 那對此元山飯店也說了 的確證實有這一個事件 那這一次其實是因為 有白蟻柱石的關係 才會導致這一個天花板的 天井上面的零件掉落 而這個金龍呢 其實有百年的一個歷史了 那金龍廳是在1956年 所建立的有68年的歷史 那元山飯店也說了 維護工作很不容易 平常都會檢查 不過這一次這個天花板掉落 是正好壓在金龍的噴泉上面 所幸損壞的狀況不嚴重 而對此他們也說了 這一次發生之後呢 龍尾通往龍深 直到龍頭口部的噴泉管道 已經有阻塞的情況 飯店也會利用這一次 來做整修一併修復完成 他們預計已經跟工藝師 來匯同來修復作業 預計在一個禮拜之內 就可以完成 希望能夠恢復百年金龍的 原有風貌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